肝酵素 其實是我們平常常見抽血炎肝功能的其中一個指數 我們又叫做轉安媒 通常正常人來說是維持在40與50之間 當肝受到破壞或者肝發炎 這些指數就會高 如果病人的指數是長期處於50至100 我們就必須要進一步做檢查 去看看它的原因 常見的原因是慢性肝炎 可能是喝酒或其他原因導致肝酵素升高 一般的月形肝炎患者 身體會有月形肝炎病毒潛伏在肝上 一般來說肝不會發炎 不過如果患者身體免疫能力起了變化 身體會嘗試清除病毒 肝就會發炎 大部份病人都不容易清除病毒 肝就會持久發炎 而發炎就會令肝細胞受損 取而代之的肝就會嘗試復修 會有肝纖維化甚至乎有肝硬化 一旦出現肝硬化 病人就會有其他病發症 例如腳腫有腹水 腸道有機會出血 肝昏迷腹膜發炎 甚至乎到最後有機會還有肝癌 現時月形肝炎的治療 大致上我們可以分兩種 第一是口腹藥抗病毒的治療 第二是打針 是一個肝療素的治療 不過後者多數不是很多人接受 因為它有比較重的副作用 而口腹治療方面 我們常用的會有 因體卡位和泰諾腹位 這兩種都是比較新的抗病毒藥 它們可以抑壓這個身體的 月形肝炎病毒在身體裡的繁殖 病毒的數量減低之後 月形肝炎導致肝酵素升高就會好 長遠來說會為病者減低肝癌和肝硬化的風險 新一代的泰諾腹位 我們都會知道比上一代 它是較少對腎臟和骨質疏鬆的影響